同来关注是行政院实案办公室主任徐甫在昨天居然声称 苏丹宏跟咖啡茶都是同样是致癌风险未定的第三类的致癌物 遭到一片外界的炮轰 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在脸书发文 他指出说在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资料库就可以查到 是苏丹宏是被列为具有内分泌干扰素的一个特性 以及危害人体健康的第四类的一个化学物质 徐甫说跟茶跟咖啡属于同一等级红等级致癌物的类比 他认为非常不恰当 而引发批评之后徐甫也出面向民众来致歉 强调未来会更谨慎发言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阿伯接回苏丹宏市安风暴持续的扩大当中 行政院的市安办却将苏丹宏类比咖啡红茶 这样子让云林眷省长张立善他痛批 市安办是在转移焦点跟怒轰 卫福部从上到下全部荒腾走板 另外面对了国内定价挂号费调整 张立善也呼吁中央要重新的拟定方向 不要让老百姓的生活负担日趋严重 人民的血看起来大概用在于所谓的这个能源政策方面的一个补贴 那甚至现在太阳能光电一个充斥还有风力发电 当然我们不是反对绿能 但是我想在整个经济产业的发展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便宜的电价稳定的电力 那这样的对我们整体的发展才能够有更好的竞争力 那现在核电大家很多国外大概已经又重新的恢复这个核电 那我想我们应该重新思考 我们所有的消费成本都越来越高 您看个病 整个挂号费都要打破上限 我想这样对我们所有很多的乡亲来讲 其实是雪上加霜 应该在健康平权的部分 我觉得中央一定要重视 不能再无限加价 我们看到卫福部从上到下 可以说是方腔走板 而且不断的在推卸推卫责任 甚至在转移焦点 我觉得这都不是人民之福 石安办公室 在这样的一个无厘头的情况下 类比咖啡跟茶叶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咖啡农 还有我们的茶农是一大的伤害 所以我希望我们石安办讲话的时候 不要话舌添足 也不要转移焦点 甚至也不要增加我们农民的一些困扰 跟我们农民的一些损失 另外来关心是最近爆发了非常多 很严重社会案件 还有石安的危机 甚至还有包含了两岸的议题 但是我们的总统蔡英文 还有赖清德副总统 好像都几乎没有出来要求执政单位 要进行任何的改善 立法委员李彦秀批评 政府总统躲起来了 不管事情了 没声音了 我们国家现在就像一个 无政府的一个状态 拿出拿不出这好的一个执政成绩 去整天忙着找网军抹黑在野党 这样做法实在是很糟糕 从上个礼拜 立法院有三个最主要的议题 一个就是打炸 一个是石安的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淘机的问题 所以这几个问题 民进党处理不好 他们现在就试着转移焦点 然后去刻意去形象化 去污蔑这几个新科立委 说他们的形象除了是天兵 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是妈宝 是卢秀燕的妈宝等等 我觉得这个就是民进党的招数 过去有问题 还没有执政的时候 有问题就是国民党的问题 中国大陆的问题 国际的因素 那现在执政 执政拿不出具体的成绩 然后大家认真的 把这些数字摊在面前 你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回应 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就用大量的网军 去抹黑这些新科立委 这就是民进党最后 520之前空窗期 他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 因为我也不清楚 赖清德跟蔡英文 在这段时间交接哪些事情 赖清德跟一个是当神隐的少女 另外一个是当神隐的王子好了 完全不知道 两岸的状况这么危急 也没有看到国安单位出来开会 或者是蔡英文针对两岸的状况 跟赖清德有什么样的交接 没有一个人要负责 我们现在是呈现无政府的状态 我真的是很想看看 就是说赖清德上来之后 针对过去蔡英文这些重要的政策 包括十安五环 包括诈骗 他如何去做解决 就是说你在选举的时候 你可以喊出很文青的口号 你要延续蔡英文 两岸要维系蔡英文的政策 但是执政之后 你用什么样的态度 来执政来面对两岸的问题 来处理中美之间 你到底要站在哪里 你的回应方式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是要负责 大家都在观察 所以请不要再做神隐王子 也不要再做神隐少女 另外来追踪是外交部长吴钊燮 去年12月的时候 接受了专访说 如果俄罗斯在清乌战争当中获胜 是必能将鼓励中国对外扩张 则遭到立委李彦秀怒轰 是公然的制造错误假讯息 还公然打脸总统蔡英文 外交部今天在社群账号回集 声称听不懂她说话的逻辑 不过李彦秀再度反抢吴钊燮 就是干话部长 根本拿不出本事 也呼吁了吴钊燮 要好好的处理国际 以及两岸的议题 吴钊燮上来在外交部 其实他就是一个断交部的部长 没有能力去处理外交的问题 去稳住我们仅有的几个邦交国 那向来是用批评抹黑的方式 在处理国际间的政策 两岸的议题 然后现在所有的民进党 其实都用抹黑的方式 在抹黑在野党的立法委员 我觉得不要忘记 自己的本责跟职责 就是做好我们的邦交工作 稳住我们的邦交国 做好维持两岸之间 中美之间我们的关系 如何去做最好的维持 那现在我觉得民进党的政府 包括吴钊燮部长 干话一堆 但是拿不出实质的本事 来稳住邦交国 如果只会来揶揄 在野党立法委员 但是做不出实质的政绩 那就你不配去领这些薪水 我觉得我只能说 民进党的从行政院院长官员开始 干话部长 干话院长 这一堆其实都是十位蔬菜 都是人民的纳税钱 但是没有做具体任何事情 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